可以说Q系列五兄弟是各有所长 人型机器人相比其他机器人 在结构设计 硬件构成 控制算法 核心性能要求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也能够实现更多像人一样的能力 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所的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 和人型机器人来一场近距离的互动 小厨师你好 请帮我拿一个淀粉含量最高的蔬菜 我看到桌子上50分食材 我看到了青椒 土豆 洋葱 红椒 南瓜 淀粉含量最高的 土豆 我看到完成任务了 那我们也来演示一下 给我拿一个辣一点的蔬菜吧 我观察到周围里有洋葱 红椒 南瓜 红椒和青椒 其中红椒是辣的 我应该拿红椒 再次准确完成的任务 那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 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首先是我们机器人和大模型的 一个结合的能力 另外它通过视觉 然后能够自主地根据一些逻辑推理 来准确地识别输入 它需要拿到什么蔬菜 第三个是它可以通过 从视觉又反对到我们机器人的运动上面 刚刚看到了演示手机充电这个动作 看着很简单 对于机器人来说难吗 对机器人来说还是挺难的 因为本身手机充电是一个高精度的 这种插接的动作 然后它的插接的精度是在压毫米级的 然后我们团队是基于一个叫 环境吸引力理论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然后我们重新定义了 我们的一些位置约束和力约束 让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够准确地 把这个充电头插到我们的手机里面 在我身旁就是Q1人形机器人 现在它要执行一项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就是射箭 你看它已经拿上了弓箭了 我们再移动箭吧 据说依然可以执行任务 我们看是不是 好 瞄准了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八环 在我移动这个把镖的情况下 依然是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射箭的任务 我们这两个机械臂加起来的话 大概有十四五公斤的一个重量 然后当它射箭的时候 两个机械臂同时到了身前 然后它又通过它髋关节和膝关节的 一些电击的一些调整 然后来调整它的重心 让它更平稳地站立 这一点的话 对它自身的这个动态的考验还是很大的 另外的话 在我们拉弓的这一瞬间 其实弓箭会对整个机械臂 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也会对我们整个人型机器人的 整机的一个平稳性产生一个挑战